阿弥陀佛是红色的 它是报生佛 接下来再看 佛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间 在法华经里面讲 那同样的 佛 对不对 绝对没有嫉妒心 也没有私心 他一定赞叹大悲观世音菩萨 一定也赞叹阿弥陀如来的功德 所以佛会开无量无边的法 所以看这张图是华言会上 佛会无量的大菩萨跟天众 在刀立天宫为众生说法 那因此 学藏传佛教跟东密 要有三个条件 请抄下来 这里叫观行于且也 第一个要有观点 Received empowerment from the spiritual or qualified guru 第二个口传 oral transmission Received the oral transmission face to face from your guru 第三个 解说 Explanation for the visualization Detailedly 也就是说 你也要从你的上师允许的 看部或拉玛当中教你详细的解说 所以严格的说 修六字大明咒 也是要有这三个条件 严格的说 所谓严格的说 是指你这辈子想把六字大明咒 作为你终身修持的条件 那你就必须要去灌顶 口传跟解说 听好 这不是我规定的 是教模拟佛规定的 这跟大乘不一样 先我举我的例子 像我说过 我以前从大乘佛法 学净土宗 学华言 学无量寿经 当我要进入金刚乘的时候 我也还没有灌顶 我就开始念 我求观世音菩萨 对不对 我一直念到十万遍的时候 我就遇到贝诺法王 正式为我灌六字大明咒 还有金刚萨朵跟莲师 他也口传我六字大明咒 然后呢 接下来我还遇到很多老师 为我正式的灌顶过 所以灌顶是指什么意思 注意听 灌顶好像是 receive permission from your guru from the lineage 就是说 从你的上师跟传承 得到灌顶的permission 就像你今天要去新加坡国立大学 有一种人很奇怪 我不用去读书了 我在家里读 很聪明 现在我网路很聪明 对不对 我根本不用去注册 请问你会毕业吗 很抱歉 就算你天才 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跟科学奖 你还是没有certificate 因为你没有注册 你没有register 对不对 所以灌顶的目的是 给予你正式的加持跟允许 但是很不幸 我先讲教法 待会再讲 我不要跳太远 第二个 oral transmission是指说 当你在灌顶的弹成的时候 上师登的引擎本尊 然后大悲观音菩萨 亲自现前 有上师本尊护法 他的的确确会千百亿化身 每一个弟子 他旁边会画一个本尊 在头顶上 或在旁边保护你 他真的有这个力量 真正的上师会有这个力量 举一个例子 我就曾经接受过 Gamaba的六字大明咒 在菩提加爷亲自的灌顶 那意义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灌顶跟没有灌顶 跟口传是不一样的 你不要跟我师父讲说 师父这平等不二 No You are confusing 你连佛法都 不是乱参的 这个是佛陀规定的 叫口传 Oral Transmission 是说 就好像把所有的水 一壶水倒水 然后一直全部把你 倒在你的心里 所以他有灌顶跟口传的仪式 第三个解说 Detailed Explanation For your visualization 注意听 虽然叫六字大明咒 可是在藏传佛教里 红白黄花 有Different Texts 有不同的仪轨 比如说你今天从 Gamma Ba 所上 那你就修这个仪轨 然后呢 你就是从Geru Ba 达来喇嘛 广论的体系 学到的呢 那你就依广论的仪轨 听好 每一个仪轨 不一样 再讲一遍 不要自作主张 你们的联友就是很奇怪 不懂金刚秤 又喜欢乱乱讲金刚秤 金刚秤有金刚秤的标准 你当然可以同 所以什么叫学教法 写下来 在西藏的标准 是这三个条件都有 你才叫学一个教法 它跟中国不一样 中国不像你们呢 拿一本普贤行愿品金刚经 然后你打开 你就可以念了 对不对 大圣的解释是什么 举个例子 师父并不用坐在这边 然后呢 我在大方广播 华言清 入不思议 卸托境界普贤行愿品 我念一遍给你 才叫口传 不需要 因为我不是仁波切 我是法师 不是仁波切 做到观景是功德力很大 但我就观了很久 也是很辛苦的 所以我没有做那个 我尊重 再讲一遍 我是法师 我不是仁波切 我是大圣的法师 对不对 所以 在大圣佛法里面 当你见到法 传承从哪里来 释迦摩尼佛来 比如说你读法华经 传承从哪里来 从法华会上 佛菩萨来 从释迦摩尼佛直接来 可是在金刚圣 不是这样解释 金刚圣 你是要遇到一个 human body form face to face 到他面前 去灌顶 口传跟解说 因为灌顶要有仪式 所以他会脱比较久 传统上 一跟二 至少两个里面 要有一个 所以仁波切会 先给你口传 You got my oral transmission That you can start to practice Then next time If you have more questions You can come here to ask me 仁波切就是这样讲 就是说我给你口传 你现在先回去修 将来呢 你有还有问题 你可以来 然后detail explanation 有时候是仁波切讲 有时候呢 是因为仁波切呢 要利益众生的事情 太多了 他会指定旁边的 看部 我另外一个 拉玛为你教授 那你就 他同意了 那你就从 那位看部跟他学 你不要什么 都要找干妈爸 那不是累死他吗 你是不是要请 干妈爸帮你订机票呢 还有人呢 到台湾去 师父 你可不可以帮我订hotel 我说你不会上网查 有些学生啊 真的是 没有自己做学生的 基本条件 你可以先去查 努力 碰到你困难 你来问我 我会叫我的学生 assistant 来帮助你 不要什么东西 都丢给高妈爸 法王 你要慈悲 满我的愿 我在旁边看到 我真想敲踏一下 这个人呢 真是当一个学生呢 基本的礼貌都不懂 还说法王 你要满我的愿 当然法王 还是满你的愿 所以你知道 中国有一句话 和尚是怎么死的吗 被信徒累死的 上师是怎么死的吗 被弟子给气死的 知道吗 是不是讲真话 也就是说 你必须要透过 修六字大明咒 要灌顶 口传跟解说 你才会得到一个 完整教法 接下来讲解说 在红白黄花 有无量无边的遗鬼 你不要用 拿黄教的遗鬼 去问白教的上师 拿红教的遗鬼 去问花教的上师 You're confusing by yourself 知道吗 你跟谁学 就去跟他学 不要介意 我不管今天 下午有一位联友 有一位联友很高兴 去参加某个法师的菩萨界 然后下午来问我 我说你应该去问 为你传界的那位师父 当然我也懂菩萨界 但是你不要问我 你去问他 因为每一个人的要求不同 写下来 一个人一条路 两个人两条路 三个人三叉路 四个人十字路 你走哪一条 大乘法师也是这样啊 都是佛说 但是因为每一个人的个性 怨心都不同 所以你跟谁 真的要好好想清楚 OK Clear 那因为我不是仁波切 所以注意听 我目前可以为你解说 让你了解六字大明咒的功德 然后呢 我也会推荐你将来有缘 真正好的上师 比如说卡尖仁波切来 或哪一位伟大的上师来 那我会建议你去 参加灌顶 所以不要乱乱灌 注意听 灌顶有三昧爷界 有人很多年有很喜欢灌 为什么 灌顶呢 就是另外 another type of blessing 我最近生意不太好 我们先去灌吧 灌回来呢 我灌完怎么样 有啊 法喜冲满 我说你今天学什么法 我不知道 满头包啊 反正就喝了很多水啊 那个不是灌顶的意思 那当然很不幸的很多 有些比较不如法 当然也有如法的上师了 有些呢 比较不如法的拉玛或上师 也会借着灌顶 然后呢 来做一些善巧方便 我觉得那时候是佛教 已经开始慢慢变质了 所以你自己要谨慎 选择上师要谨慎 好 接下来看物二 我只能讲到这里 点到为止 如果你对金刚乘单独 有碰到困难 请你私底下来跟我会课 师父愿意愿意教你 第二个请看物二 求法艰难 求法艰难说 我识白言 我虚是法 我需要这个叫法 世尊 我真的是需要这个法 善事 善事是佛的 十个名号的另外一个 就像一个很饥渴的人 我真的要喝水 对不对 夏天多喝水比较健康 世尊 这时候他对这个 就是除盖障菩萨呢 对着这个莲花上如来说 我呢 为了六字大明咒 也像你一样 经过无量无边的佛国土 曾试过很多伟大的佛陀 供养他 经过无量无边 百千万亿巨之 那余多的如来 可是啊 因为我福德因缘不够具足 我从来还是没有听到 六字大明陀罗尼 好 这里一讲 我未曾得士 得士请化起来 表示他没有接受正式的灌顶 口传跟解说 这三个才叫完整教法 不然我干嘛花这么多的时间 讲这么多呢 我未曾得士 并不是说他没有听 我没有真够经到 善得福德因缘具足 而正式受到灌顶 口传跟解说 这样才是得到一个完整的教法 所以西藏要求教法 是要用生命 花尽你所有的生命体力的 第五三请看 圆满心愿 唯愿是尊 救我愚钝 我非常的愚痴 非常的暗顿 接下来呢 这个 除盖障菩萨 很恩词 谦卑地说 底下了几段话 请看幻灯片 我用ABCD画起来 为愿是尊救我 很愚痴 很努顿 就好像 我没有具足福德因缘的人 希望你加持我 鼓励我 我能够朝向正确的方向 能具足福德 智慧与资良 B 就像我在菩提道上 黑暗当中 我突然走错路了 迷失的道路 希望你用灯光 能够引导我 不要走错路 因为人生很苦短 D C 就像阳焰炎热 作为应付 就像呢 骆驼骑在沙漠当中 对不对 太阳非常非常的热 骆驼可以承受 可是我人啊 是无法承受的 我需要要找到绿洲 绿洲就有绿树 所以作为应付 就是在树底下盖着 第一 在四渠道路 直缩罗树 就是我刚才讲 一个人一条路 两个人两条路 三个人三条路 四个人呢 十字路 这叫四渠路 四渠路你要往哪里走 再讲得更严格一点 你现在刚开始会遇到 很多很多老师 对不对 可是呢 你有小学老师 你有国中老师 高中老师跟大学老师 可是当你真的到了大学 要做research的时候 你可以读很多科系啊 但research supervisor 只有一个 写下来 这叫根本上师 很多人也搞不清楚金刚成 我要找我谁的根本上师 你的根本上师不一定是我 我也没有叫你来找我 对不对 你要慢慢去找 所以根本上师只有一个 不会有两个 原因是什么 假如你有两个的话 一个叫你向右转 一个向左转 请问你走哪里 各位回答我 你走哪里 有人说我走中间 不 两个都不高兴 两个都破戒 对 三昧爷界 你就是要遵守上师的教导 就像我举的 昨天讲的 灭了日巴 他的根本上师 就马尔巴大医师啊 他只有一个老师 没有两个老师 现在我们很多人会讲说 哎呀 我有很多老师 其实那就是你学很多的知识 根本上师还有一个关键 写下来 谁能够直指人心 让你开悟的那位老师 叫做根本上师 Rut Guru 我再讲一遍 有像中国禅宗一样 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 让你开悟 那才是你根本老师 那当然这个根本老师 只有一位 之前你会不会有很多老师呢 会 你会上数学啊 在大学里居然说 你会上数学啊 你会上历史啊 上英文啊 上科学 你还是有很多老师 那些老师 你还是要感恩他 了解吗 否则走在四条道路上 你会很苦的 这一段经文是说 因为现在全球暖化 道路当中 大家走累了 都会什么 坐下来休息 所以是在树荫底下 叫直梭罗树 一 请看幻灯片 我心非常的渴养 就像非常干渴 你很渴的时候 或你咳嗽的时候 你就想喝水嘛 你那种虔诚完全的心 所以你对你的上师跟教法 是百分之百的信心 唯愿是尊 你能够开始引导我 F 令我的心善住 安住在哪里 不但是解脱道 这是指究竟成佛之道 就好像环 金刚 盔甲一般 不代各位看过战士吗 他都会戴钢盔 还有戴壁穿 还有胸盔 要保护你的身体 同样我们菩提道上 也会有很多的障碍 所以你要仰仗上师的加持力 所以佛力 法力 智力 三个都很重要 可是在金刚称里面讲 上师的力量最重要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 我看到大家很多疑惑的表情 那你就会说 师父这以前跟我们学的三规一差很多 没错 这就是金刚称 所以你没有大称的基础 讲白了你根本没资格学金刚称 对不对 所以金刚称有很多很多 也是要学很多经论 好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来 我公开回答 师父我们皈依佛法身三宝 为什么金刚称在佛的上面 师父有没有看到 没有 我现在没有 我现在想注意听 就是我们凡夫 我用台湾101比喻比较好了 因为你们新加坡有什么75层 还有两个榴莲 这样 我不太会比喻 sorry 用101 你101大楼 我们地狱恶鬼出生在第一层到三十层 假如你现在站在五十层 五十层你要往上爬 你一定要福得姻缘 你五十层不可能一头抬起来 你就看到101 最顶端你是看不到 太高了 同样的老实讲 我们凡夫是看不到佛跟菩萨的 知道吗 我们是真正看不到佛菩萨的 对不对 就像你刚刚抬头 你也看不到观世音菩萨 可是观世音菩萨 遍满虚空啊 要福得姻缘 特殊的special situation 或special condition 具足的时候啊 不同的时间跟条件 具足的时候 有时候你梦中看到观世音菩萨 有时候你在灾难中 你会看到观世音菩萨 还有看到的时间都很短 他无法像你呢 跟爸爸妈妈讲话一下 你说观世音菩萨不要走 请你吃饭 你留我一个小时 观世音菩萨可能五分钟就消失了 他没有办法 negotiation的 那重点是什么 注意听 因为我们是凡夫 老实讲 你是看不到佛菩萨的 那看不到佛菩萨 那怎么办 只好有两个方法 第一 观世音菩萨千百亿化身 到人间来 那你就碰得到他 因以合身得度者 即现合身而为说法 各位都读过普门品吧 很熟吗 对不对 可是现在有问题来了 观世音菩萨来了 来新加坡 我怎么找不到呢 你怎么找 你得学佛法 你才能够判断 他是不是观世音菩萨 那会跟你贴标签说 我是观世音菩萨来的 一人眼睛讲 都是假的啦 真的 师父告诉你讲的 这都是有经论根据 还有你必须去找 真正是观世音菩萨 生生世世的传承 比方说 尊对的大宝法王 他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那是他的大悲愿心 因以比丘生得度者 寄宪西藏比丘生 而为众生说法 而且历代的观世音菩萨 都只有一个 刚妈吧 从第一世到二十一世 到了二十一世 但是结束以后 这个世界的灾难 他又换另外一世 他没有二十二世 只有二十一世 所以 你要找观世音菩萨 是很难的 所以因此 你必须去找 人间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写下来 一 传承清静 二 通达经论 第三 真正有修持跟证悟的上师 所以 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 为什么在东南亚 红洪洋 因为西藏很不幸 也出现过 出家人不守戒律 西藏也跟我们一样 有 本波民间宗教 叫 Blet Magic 本波 Religion 然后 破坏佛教 所以西藏 也有很多很多的负面 就像我们中国 儒家 道家 中国也有三五之祸 佛教也被道教破坏 到最后就变成 民间宗教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的法师 要跟你弘扬正性的佛法 今天有个佛友来问我说 师父我以为 拜观世音菩萨的都是佛堂 我是谁说的 没人这样讲 民间宗教 有很多也是拜观世音菩萨 但有些是假的 可是在观世音菩萨的心里 他的心是平等大悲心的 都能够去度他的 所以 佛堂里 共观音菩萨 并不代表 他就是正性道场 对不对 民间宗教也共观音菩萨 所以西藏很不幸也发生了 出家人不守戒律 人也会变职 佛门变混混乱 到最后 西藏佛教做出了伟大的 宗格巴大师 改革西藏佛教 对不对 宗格巴大师 就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 对呀 所以 佛教传到任何国家 都会有流弊的历史 文化或人为的 那因此 整顿西藏佛教 下师道 中师道 上师道 所以广论 为什么全世界都很红牙 因为这是文殊菩萨的愿力 可以告诉各位 我整部广论都全部读完了 我在英国硕士班的时候 我做了硕士论文 就是解 白教大手印 与 菩提道次第广论 纸观章的比较 我是用英文写的 我要读中文 还要读英文 还要读部分藏文 你看 多说几句 那为什么东南亚 大家遇到藏传佛教 都会很疯狂呢 疯狂的原因有很多 答案有两个 最主要原因 第一 西藏的拉玛 从小 来自于现在的阿尼 从小都被人送到寺庙 像格鲁巴呢 他要念二十年 三十年的经论 所以他们经论非常非常地基础 很深厚 而且思维辩论很强 我们大臣 有些是中年才出家的 所以有很多老菩萨中年问我 师父 你觉得我适合出家吗 我看看他 你还是在家修吧 对不对 你在家会比较自由 出家 出家有出家 生团的要求 知道吗 可是在西藏里面 第一个他从小经论读二三十年 所以他经论非常的深厚 我讲的好的仁波切 跟好的坚波 跟好的拉玛 真正如理如法的 那是好的 对不对 第二个 他们的教义很有次第性 甚至西藏还要要求闭关 三年三个月 所以他在实修上 他有真实的修持的证悟跟体会 喜马拉雅山里面有闭关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我还见过五十年闭关的上师 你呢 学佛不到五个月啊 五个星期都很少 还less five weeks 所以因此 为什么很多人 东南亚不是只有新加坡 台湾也是这样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那些香港我都观察到 当藏传佛教的人 伯切根上师来的时候 其实好的也有 但是龙舌混杂 凡胜同居的也有 所以你要有智慧去判断 不是每一个来的都是活佛 不是每一个来的都是仁波切 听好 新红师也是有智慧的 我不是人家拿摸我几个头 给我几个甘露丸 我就会跟你学佛法的 你若真的经论不是通达 你真的不能解决 我对佛法的疑惑 你所说跟所做又表里不如一 我是不会被你骗的 我相信佛陀 了解吗 所以西藏佛教为什么会有 伟大的宗格巴大师来改革 也就是藏传佛教在历史上 也有负面发生 所以不要去攻击别人 我常常碰到很多 对西藏佛教有成见的人 动不动就跟我讲 你知道吗 那个拉玛又骗钱了 那个拉玛又骗色了 我长一个例子给你听 有一次我跟一群的华人 去见干妈吧 那我们去参加法王的普贤法会 我们有private meeting 跟台湾几个团 当时因为大陆的联友 现在也很进步 透过香港也可以参加台湾的团 之外呢 有一个大陆联友就站起来 就说法王 我听到你的法师 非常的高兴 我有个问题问你 为什么东南亚都有这些假上司啊 假的人波切啊 假的拉玛 都是骗财色名十岁啊 法王应该好好整顿一下吧 然后我们大家听 奇怪 这个人哦 脑筋有没有坏掉 怎么问这种问题呢 结果我们就看了 法王静了一分钟 没有讲话 那我也坐在前面 你知道吗 我期待法王他会怎么讲 林伟姊的问题很难回答 我就心里念 高猫八千 看着法王 法王这样 因为你笨嘛 你都被他骗了啊 因为你不学佛法嘛 你连真跟假都分不清 所以你就被他有所求 又被骗财色名十岁啊 法王一讲完 全场鼓掌 那一幕对师父有很大的震撼 写下来 请你好好学释迦摩尼佛 珍贵的教法 你不学 你就无法判断真跟假 就像你现在是Santex City 你要买DVD Video 至少你会上网查 或问你朋友一些Basic Knowledge 什么厂牌 Canon Nikon 对不对 这个相机大概多少钱 at least 你会收集基本的Basic Information 你才不会给他骗啊 各位都很喜欢买念珠 天珠 你们也是被很好骗啊 对不对 好 不能再讲了 再讲了 半夜我可能会被人家打抢了 我不会怕 因为师父心很正 重点是 你都不学正法 所以你没有判断正邪真假的能力 还有一个深呼吸 各位 你为什么会碰到 这些不好的上师呢 答案是你过去 毁谤佛法跟怀疑佛法的恶业 有很多人也会跟我讲 师父我们碰到了这个 我们碰到那个 然后我听了半天我就跟他讲 我就不会碰到啊 因为我没有那样的恶业 所以 因此 你会遇到不好的老师 有很多原因 其实是你过去生的恶业 你要忏悔 透过忏悔 又学真正清净的佛法 你就会找到真正的好老师 好不好 接下来我要给各位看 来介绍日本佛教 请看日本东大寺 在Western Japan 大家知道日本有关西跟关东 对不对 叫Western Japan 然后呢介绍Nara 有Osaka Nara 还有Kyoto Tokyo 在右边 我刚开始 Kyoto跟Tokyo 常常我也搞不太清楚 然后呢 现在要介绍Nara 叫东大寺 可以看到世界上最大的木雕 毗卢浙纳佛 由日本 这个圣德太子 天皇下令见的 非常的壮观 然后呢 我会给各位介绍 这是这张照片 然后我去了 它是全世界木雕 最大最大的 这个 佛像 好 很高兴 我今年有机会去参观 跟各位介绍 请看 日本的寺庙 它保留 日本跟韩国 也是从中国 唐朝的佛教 传了以后 那先传到韩国 因为韩国靠近山东 到了韩国 所以韩国佛教 然后再传到日本 日本从圣德天皇太子的 把 当时日本有神道教 local religion 然后呢 也有其他宗教 那社会很乱 因此 圣德太子 传说 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亲自化为帝王身 做太子 整顿皇宫 最后把佛法引进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时他请的出家人 叫做从日本 当时没有飞机啊 叫做渡海 要两三个月 而且那狂风暴雨呢 有些呢 海啊 翻船了就会死掉 他派了叫浅唐使 到中国唐朝学佛法 学了佛法以后 再把唐朝的艺术文化 乃至于天文地理 中国的文化 全部传到日本 所以他是按照 中国唐朝 长安城的建筑跟结构 可以看到 这种非常气势 非常壮观的 你看 这是他的侧门 接下来 你看远远的是东大寺 东大寺呢 是全世界 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 这个木雕 这个建筑 全部是木雕的 这是正门 然后接下来 他里面的佛像是 同住的 有十层楼这么高 十层楼高的 Vai Loo Chana 也就是 皮一卢遮那佛 释迦牟尼佛 有法报化三身 各位你们唱过 供养清净法身 皮一卢遮那佛 圆满报身 鲁舍那佛 千百亿化身 释迦牟尼佛 这是Vai Loo Chana 所以是青铜造的 而且全部大殿 都是用木头做的 那这个 种种花了 大概十年 二十年才建完 非常的壮观 我这次去 我一进大殿 哇 叹为关子 然后我立刻就跪下来 顶礼三拜 师父就流眼泪了 我真的很感动 很感动 那因为人非常多 以前这个是不可以拍照的 现在呢 是都可以拍 我就发愿 佛菩萨 你加持我吧 我就尽量拍 拍 把你带到全世界 为个人介绍 所以这是一进大殿的门口 接下来你可以看到 同的释迦牟尼佛 毕卢哲纳佛 后面有光中化佛 有十二尊的木雕佛像 很有趣 你写下来 这十二尊就代表 阿弥陀经 无量寿经讲的 阿弥陀佛有十二光如来 无量光 欢喜光 清净光 无爱光 对不对 智慧光 就有十二尊如来 这是毕卢哲纳佛 以前我讲经的时候 我说 他证悟的时候 等同于阿弥陀佛 他跟阿弥陀佛的本质是一样 可是以造像艺术来讲 这是毕卢哲纳佛 接下来你看他的侧面 非常的壮观 好 接下来 我都是用最高画素拍的 非常非常庄严 佛这是叫上品说法印 为众生说法 那一尊佛旁边就有两尊菩萨 注意 左边是虚空葬菩萨 右边是观世音菩萨 待会我会介绍 那一佛二菩萨就代表一个净土 那因为当时去的时候呢 观光课非常非常多 所以师父拍的时候 我就要躲人 那所以我先拍左手边 我按照右时钟方向 所以左边是虚空葬菩萨 虚空葬菩萨代表空性的智慧 全部是木雕的 将近有三层楼这么高 很壮观 而且你可以看到 他照相艺术里面 他还有菩萨放光 有没有 对不对 连菩萨放光呢 他都用木头 这全部都是木头雕的 而且金色的漆 至少呢 都有五六百年的历史 而且每一年呢 他们都会修 那当时要建的时候 因为设计空间 他曾经整修过 那在建过的时候 因为日本也曾经发生过战争 也曾经不会烧毁 后来历代的帝王重新建 所以四大天王里面 他建了两个天王 这里有一个连友 问我一个问题 师父 我怎么知道 我跟哪个佛菩萨 比较有缘呢 那修持起来 比较有感应呢 答案要问你自己啊 你怎么问我 你会对哪个佛菩萨 有缘 当然也有判断标准 举王说 在一般来讲 菩萨里面有 文书 普贤 观音 地藏 中国四大菩萨 我跟这四个菩萨都有缘 刚开始 我第一个学佛的时候 是拜观世音菩萨 后来看到了地藏经 我想出家 所以我就送地藏经 我也喜欢地藏菩萨 后来呢 我读无量寿经跟华严经 我读到华严经的时候 我才知道文书跟普贤很重要 尤其读普贤行愿品 所以四个佛菩萨 我都很敢跟 而且四个佛菩萨呢 我也都会弘扬过 那一般来讲 都是跟观音菩萨 跟地藏菩萨比较有缘 因为原因是 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 苦难很多 那苦难很多 在所有的菩萨 大悲愿心里面呢 观音跟地藏这两位菩萨 是非常非常慈悲的 所以一般而言 我们都会建议你教念 地藏菩萨或是观世音菩萨 当然有些人 也会跟 阿弥陀有缘 有些人跟药师佛有缘 没关系 那是因为你过去是修过 所以你跟这个佛菩萨有缘 那假如你跟这个佛菩萨有缘 那你就专修 那当然有人也喜欢 弥勒菩萨 求生这个弥勒内愿 很好 弥勒菩萨是当来下生佛 尤其在藏传佛教里面 你若学这个波尔波罗密 叫现观庄言论 那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 那有些人呢 会跟释迦摩尼佛比较有缘 所以我觉得是应该 你自己跟哪个菩萨有缘 那你就学那个菩萨的教法 那当然就像我刚才讲的 老师不会只有一个 所有的菩萨你去念他 他也都会互念你 看到了图片了吗 有了吗 可以请你切换了一下吗 师父启动了 有了吗 有了哈 有了吗 有 广木天王出现了 这是科技 我继续说 所以你自己觉得 你跟哪个佛菩萨有缘 比如说你现在喜欢 专门念观世音菩萨 很好 但不要排斥说 那其他我没有念的佛菩萨 就不喜欢我 错 写下来 佛跟菩萨都是无我的 跟无私的 他不会像我们人一样 会有嫉妒心烦恼 你念地藏菩萨的话 观世音菩萨也会放光 加持你的 然后 所以我觉得 你跟哪个佛菩萨有缘 你可以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学 没关系 那还有一个 你问了这个问题 我想多延伸 extension 不管你修哪个法门 我要提醒你 下辈子你要去哪个净土 我觉得你要想一想 师父在很多讲经里面 都鼓励各位 有些人也会跟我讲 不师父 我不要去净土 我要在人间 深深适适行菩萨道 很好 我会领你 但是我真的很想 打你一巴掌 看你会不会痛 你会痛的话 就请你还是去净土吧 因为你没有证悟空性 听好 所谓人间佛教的书圣 是指 佛教不要跟外道混淆不清 佛的确是在人间 弘扬佛法 佛也在天上弘法过 你读华严经七处九会 佛也读天人 佛也讲母亲 抱母亲的人 到涛立天宫 讲地藏经 不要那么固执 你愿意选择在人间行菩萨道 我赞叹 但是我要问你 你真的生生世世 能够不退转吗 这个真的要想一想 不要佛法讲得很高 你做不到 举个例子 待会你去给浪绕三圈 你看你还会回家吗 搞不好有人就忘记了 那你说还要度众生 不容易 真的 知道吗 当然你有坚定的愿心 你来生还是会遇到佛法生 但是修行是会静静退退 就举个例子 我举一个例子 你不要生气 新加坡国立大学是很好 是不用举例 你会听懂 比如说你现在 有机会被邀请到美国 哈佛大学 或耶鲁大学去读 那你干嘛不去呢 你可以好好去读 读完了以后 你的PhD doctor以后 你再回来奉献新加坡的 所有的佛教 教育界啊 你不是影响力更大吗 有的人很多人对净土 是有排斥的 是因为有missed understanding 你不了解 我的愿望是先到净土 整到八地不动地菩萨的时候 我会千百亿化身 每个世界化无量一身 每一个身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在家出家 一直到所有的众生都度了 我才成佛的 这是我的大愿啊 可是你现在都还没有读BHD 那你就急着外面要去行医 你对医学都搞不清楚 你就急着要度众生 这样子你到底是在帮众生呢 还是害众生呢 有时候真的要想一想 好不好 好 电脑好了 现在看回来 这个广目天王 也就是当时这个 圣德天王建的这个四大天王 因为某些因缘的关系 sorry 某些因缘的关系呢 有两尊没有建到 所以现在你去只有看到两尊 一个是广目天王 好 对 这是另外两尊没有建 但是它头的木雕 example 造型已经雕好的 四大天王 而且呢 它造得很有日本的 very angry form 就是日本的那种文化 接下来还有一个多文天王 多文天王你看 它捧着一个舍利塔 表示它好学多文 学无量的法门 好 接下来 你就会看到侧面的 毗卢遮纳佛 好 接下来 待会你会看到 非常壮观吧 石层楼 青铜雕的 释迦摩尼佛 毗卢遮纳佛 真的去了 你会很感动 非常非常的感动 然后呢 你会不由的感动 当然呢 现在你不要介意 到了日本 你会看到呢 日本佛教很兴盛 但是日本佛教 会常常让你流血 为什么 什么叫 优优 知道吗 就会有很多很多 吸引你的 然后呢 然后当然你就 enjoy your trip 好 接下来看 右边大悲观音菩萨 是如意伦观音 所以新加坡佛牙 是雕的是 另外一个造型的 如意伦观音 大悲观世音菩萨 右边 毗鲁真那佛 右边是观音 代表慈悲 左边 它不是供文书 是供虚空葬菩萨 因为虚空葬菩萨 代表空性 也是东密里面 空性的本尊 现在看到的是 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 因为它头顶 有一尊 赞的阿弥陀佛 这全部是木雕的 非常的庄严 所以我们呢 要赞叹 日本呢 也不能说 完全没有佛教 历史 佛教 文物 它对经典 还有学术研究 当然 他们是贡献很大 但是因为 明治天皇的时候 第二次世界大战 所以它下令 出家人 全部要还俗 回去工作 因此 因为历史 还有政治的破坏 所以现在的 日本出家人 不幸的就可以结婚 也生子 也喝酒 当然也吃肉了 但是你不能说 他没有修行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 无量节里面 我们都当过 在家跟出家 你怎么知道 日本的出家人里面 在家居世里 就没有 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呢 连历史上 圣德太子啊 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把佛教 从中国跟韩国 传到日本的 所以各位不要 轻视任何一个人 这是他的香炉 这是我 未来佛 辛红石 那天很热 所以很开心 我真的非常非常开心 天气也是千变万化 这个是最后 我们要离开了 为什么呢 导游在催我们了 你看我又拍了一张 我这次去日本跟韩国 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 加起来我快拍了 一万张照片 所以未来将来各位可以看到很多日本佛教跟韩国佛教 去日本不要只是去富士山 还有吃苹果 还有去迪斯奈乐园 有空应该去日本很多寺庙 也去学习 也去参拜 那东大寺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有很多梅花鹿 梅花鹿是 以言故事来是这样 圣德天皇在见的时候 突然有很多梅花鹿跑进来 跑进来因为那个工人就要赶他 只有赶他的时候 不小心拿竹子把他一打 就梅花鹿流血了 这个故事被圣德天皇听到 从此圣德天皇下了一个命令 所有的动物在寺庙里出现的 特别是梅花鹿都不可以伤害 因此东大寺就变成梅花鹿的大本营了 有点像日本 日本是爱梅花鹿 可是就像印度 这个牛 印度称为牛是 所以你是不可以的 所以在东大寺的时候 樱花的时候会有很多人来看Sakura 还有梅花鹿 然后跟佛像拍张 耶 然后他就回家了 这样也很好啊 广度众神 你看 你在吃东西 这是一个外国人 在池旁边 然后呢 看梅花鹿 梅花鹿 对啊 他也是众神之一嘛 所以日本 他也很重视庭园 还有用中国禅宗的影响 所以你想中国的禅宗 中国的茶道 传到日本里面 真正保留的最好的 却是在日本 有些文化 却是在韩国 所以我们华人啊 真的有时候要反省 有时候我们讲 我们很聪明 五千年的历史 其实华人 有时候我们对自己的文化 历史文物 应该更珍惜 更爱护才对 好不好 这是师父的建议 你看 路都非常的 这个 可爱的 也可以加 Family Gathering 也可以去度假 好 介绍完了 好 现在我看下面讲经 时间差不多 再给我讲一小段 好不好 然后待会我们就回向 请看经文一百七十七页 请看 丙二 上师加持 求法吉祥 分期 丁一 上师提示 慈悲允许 我们在求法的过程当中 会遇到很多困难 大乘也是如此 金刚乘也是如此 所以你要常常 齐请上师加持 好 请看 事实 无量寿如来 应正等觉 以嘉林平且音声 嘉林平且音声 就是一种鸟的声音 各位读 阿弥陀经 白鹤孔雀鹦鹉 嘉林平且 共命之鸟 这是有两个头的那个鸟 那个鸟的声音呢 像天上 梵天王的声音一样 叫嘉林平且声音 意思是说 佛的声音非常清净庄严 告诉观世音菩萨 摩合萨 善男子啊 你见到这个人 这么虔诚啊 莲花上如来 应正等觉啊 他在过去生啊 这么虔诚 为了六字大名咒 陀罗尼啊 经历过无量无边的 百千巨之 那余多的世界 吃了这么多苦啊 你啊 观世音菩萨 你应该教 汝英语 是六字大名咒 你应该教这个 莲花上如来 六字大名咒的 详细的教法 他的内涵 以及他观想的 次第跟遗鬼 如是来 他是为了正法而来 来到此故 好 注意听 意思是说 观世音菩萨的头顶上的 阿弥陀佛 无量寿如来 亲自对着观音菩萨说 你应该教莲花上如来 这个教法 所以你必须要得到 上师的允许 才可以学教法 接下来再看 请看一下 可怕 先看可怕 好 接下来就是这样讲 东密跟藏密 请专心听 你没有听过 丁二 三密相应 求法圆满 什么叫三密 生 口 意 body speech and the mind 所以你会看到 待会我要讲 准题神咒 或是讲观音菩萨的时候 真正学东密的人 都要解手印 就是因为三密相应 生要解手印 口要念咒语 意要观想 这是释迦牟尼佛亲自教的 这个 其实我们中国有没有 有 我们失传了 比方说 举个例子 你们念大悲神咒 你们有没有观想 其实很多人没有 在家俱士不知道 很多出家师傅也不知道 因为没有人教啊 对不对 教注意听 不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而是按照佛经而讲的 可是在东密跟藏密里面 要观想 要解手印 那有一个最重要的解手印 各位跟我一起做 这叫禅定印 对 你两个手放在这个肚脐这边 这个也是手印 叫禅定印 这是最根本的 你看所有的佛都有手印 说法印 对不对 解手印 你看佛像造像 看大殿 释迦牟尼佛 入无量无边三昧的禅定印 所以你不要去排斥 但是这个是要老师教 好 请看 三密相应 身口意三密相应 求法圆满 分五物一 准备前行 二 安置本尊 三 邪士菩萨 四 天人庄严 五 摩尼宝平 所以有人就会觉得说 学藏密跟东密 好复杂 怎么要这么多东西 其实他现在讲的就是 谈成怎么摆 第一个要前行 第二个 安置本尊 本尊就是你中间 是供什么佛菩萨 比方说像我们 金明佛学会 弘扬释迦摩尼佛的正法 所以他中间供释迦摩尼佛 听说将来还有文书跟普贤 将来还在雕工中 表示他弘扬大称的佛法 因为华言三圣是大称佛法 那我现在做的法座上面 刻的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精 待会各位下课的时候 可以上来看一下 没问题 表示呢 这弘扬大称的波若波罗蜜精 对不对 你看这个就是大称道场 它也不是南传道场 因为南传道场的话连药师佛跟阿弥陀佛都不会共的 他只共释迦摩尼佛而是南传的 那若是藏传的话就有上师本尊护法 所以是不一样 所以中间共什么 这个叫本尊 第二个邪式菩萨 就像各位要做药师法会 有药师佛 有日光月光片照菩萨 一佛二菩萨 还有旁边有天人 对不对 我也很赞叹 待会结束也可以在下面看一下 他们没有叫我打广告 是不是随机而说的 真的 你看下面的药师佛谈成 中间一尊药师佛有药师七佛 八大菩萨 十二药叉 非常庄严 这叫谈成布置 其实下面的布置就是东密的 只是你不懂而已 接下来天人庄严 会拿很多香花灯果株 模拟宝瓶来供养 好 所以给你看几张照片 然后今天上课就结束 不用紧张 今天只要念最简短的回向文就好了 请看 到了日本 你就会看到东密的佛堂是这样的 对不对 它的感受是跟我们不同 但是它是按照大日经 史教模拟佛传到日本的大日经 还有金刚顶经 太藏界金刚界而布置的 所以你看日本有日本的文化 接下来日本很重视文物 所以你看它都有木雕的 它也有灯 还有日本是用木雕 七经七的叫床帆 日式的佛像 因为它们流行有一个盖子 因为避免灰尘 然后前面的就是檀成 它旁边有庆 也有鼓 好 接下来看 这叫五方佛的谈成 先注意看这个 中间有一个设立塔 代表释迦摩尼佛 东 南 西 北 四个角 有没有看到 有四种花 有没有 红色 白色 绿色 黄色跟黑色 有没有看到 就五种花 然后它用绳子把它绑起来 这个叫结界 东密就是这样 那其实我这次去日本访问的时候 我有发觉 我问过他 日本佛教里最流行的宗派 是哪几个 第一个是净土宗 念阿弥陀如来 日本人有百分之七十是念 南无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 第二个影响力最大的日连正宗 南无阿弥陀佛 弘扬妙法莲华经 第三个是日本的高野山空海大师的密宗 我就问他 高野山空海大师很了不起 为什么他是第三呢 他说师父 导游跟我说的 寺庙也有介绍 他说因为学密 一刚阿公阿婆不太会 要这么复杂 就轰轰轰轰轰轰 那他刚才念一个阿弥陀佛 所以日本空海大师的 传道的东密 其实影响力不是最大 确实当然也很舒适 是日本学佛法里面 大乘佛法跟东密 是第三的 接下来请看这张更清楚 他有细的灵跟楚 然后也有香炉也有古 所以他们有很多很多的 仪轨跟法器 这是做一个佛堂 是要需要这样的 但是这也会有跟日本的 文化精致度有关 请看 好 等一下 OK 没错 请看 再看一段经文 对 这个丁二三密相应 求法圆满的物一 准备前行里面 观世音菩萨 因为无量说如来 告诉观世音菩萨说 你要教灵花上如来 对不对 要教大六字大明咒法 观世音菩萨问了一个很重要问题 观世音菩萨 白佛研 白佛言世音菩萨 其实这是古汉文 反问 各位 有机会到香港大雨山旁边有个观音寺 我先讲大秤 有五方佛 东南西北 请记下来 这个寺庙非常的庄严 香港大雨山 观音寺旁边有一个五方佛 全部都是木雕的 让我非常的赞叹 我去这个寺庙也是无意中 我是因为看到一尊观世音菩萨的佛像 去找 这我找错了 结果我拿了这个寺庙 我觉得那天也是观世音菩萨要我去的 这是我自己看到 你看它就用大称东南西北 然后你看东南西北 东边南边 东方阿处皮佛 南方宝川佛 西方阿弥陀佛 北方不空成就佛 中间它用柱子站起来 皮一炉遮那佛 所以大称里面在古来的经文 也有五方佛的展现 而且这是非常殊胜的 在台湾我看不到 新加坡我好像也没有注意到 在香港才有 各位应该去参观 它全部是木雕的 而且上面全部是 过去现在未来的三千佛 非常的壮观 而且各位看的时候 它还没有开灯 是自然的光 注意看其中的皮鲁遮那佛 这就叫皮鲁遮那印 这样子 所以什么叫三密相印 就是你的身是清净的 当然你现在不用结 是不是 你没事这样子的话 待会这样吗 待会这样吗 不是 我只是告诉你 教法里面 它为什么要雕佛像 东密里为什么要结你手印 手印有它的功能跟意义 你接不接受没关系 但不要排斥 你看大称里也有皮鲁遮那佛印 到了日本 看大日如来 右手在上 左手在下 这叫全智印 代表慈悲与智慧的结合 我曾经在网路上 人家说 这是男女的交合 那叫邪见 你根本都没有读过大日经 你根本不知道佛为什么 这叫智慧跟慈悲的结合 叫全智印 拳头的拳 智慧的智 所以东密皮鲁遮那佛 是结这个手印的 这是代表佛最高的境界 然后呢 他坐在大宝莲花里 注意这个大日如来 他本身也带着五方佛宝冠 所以五方佛宝冠 不是只有在坐 余切宴口的时候才带 是代表一切众生 本身就有五方佛的智慧 这是唐密跟东幕里面呢 想的大日如来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印度佛教传到中国 传到日本 传到韩国 传到东南亚 以及传到西藏 是完全都不同的体系 接下来再看准题神咒 下次你去看一下准题观音 准题结的就是准题印 我刚才说过嘛 我记得 松年老和尚在世的 送过一张照片 松年老和尚就是 修准题观音的 对不对 事实上 他有一张照片 就是结准题印 那你为什么排斥呢 松年老和尚对新加坡 跟东南亚的佛教 贡献是很大的 是不是 你看这张 是按照背后 敦煌造型 是高雄 古炎寺 各位有一机会 到台湾 到高雄 古是古代的古 炎是庄炎的炎 古炎寺的大殿 就是供这张 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 大概也有 我现在背后怎么打 敦煌的壁画 观世音菩萨 前面是用铜雕的 那有些人会说 十六只手跟十八只手 师父帮你查 一般都是雕十六只手 为什么 四个檀城 东南西北 四乘以二是多少 八 八再乘以二 是十六只手 当然也有些民间宗教 雕十八只手 没有关系 愣言经说 观世音菩萨可以分为 二臂四臂六臂八臂十六臂 无量无边 千手千眼 一般而言 准题菩萨是雕十六只手 这是同流经的 藏传佛教教教型的 准题菩萨 接下来再看 南淮景老居士 最弘扬 明代 憨山大师 也主修准题神咒 因为右上角 有憨山大师 明墨寺大师 他通达楞严经 通达华严经 憨山大师也念阿弥陀佛 但他也主修准题观音 你看他中间就有 解准题咒 准题观音 这个就是一般民间供奉的准题佛母的谈诚 看到吗 民间宗教 佛教跟道教 我再给你看一遍 你感觉就会不一样 民间宗教 对不对 民间宗教 对不对 那他也有挂南摩 很多文书跟普贤 中间是准题不上 所以四马路观音庙 传说在日剧时代的时候战争 历史我不是很清楚 各位可以去查 就是因为四马路观音庙 因为日本战争也轰炸过东南亚 炸那里的时候很多房子都被毁 只有那一尊保留下来 当然也是佛菩萨加持 后来这种供观音 然后就越来越相伯鼎盛 就所有人都靠观音菩萨吃饭的 对不对 准题 佛母 佛母这代表智慧的根本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母亲而生的 所以东南亚里面呢 有特别一个在家居士弘扬 就是南淮景老居士 很不幸他今年往生了 他也是一个奇人 他即如是道三家一学 而且各位也可以上 南淮景老居士的网站 然后也有YouTube 现在有很多把他以前讲的佛法 守于老和尚 守于法师就是他的弟子 他是在家大菩萨化身在来 他不是普通人 所以各位不要小看 他毕生弘扬准题神咒 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好 今天上课就讲经到这里 不好意思 让各位知道三密相应 body,speech and the mind 身是结手印 你们也结手印 禅定印也是佛的一种印 对不对 手放着 静坐的时候 背挺直 身体放松 这个也是一个手印 最基本的手印 第二个 口念 真言 正如意念要观想 身口意相应 透过佛力法力自立 而转动你现前凡夫的恶业 这才是东密跟藏密 他主要修持的重点 好 今天讲完了 请合掌 跟我念四句句 和掌不是拍手 请合掌念四句句回向文 念我此普贤出圣行 一起念 我此普贤出圣行 胡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树枉无量光佛差 好 谢谢各位 今天讲经到这里圆满